这个地点是金光县的咽喉地段 与这个正泰高铁也是并行了并行了这个线路 是共用了线路 同时也是我们中欧班列等货物运输了大通道 我们郑州强龙段迅速组织抢险队伍和党员突击队300多名 确保金光县大动脉了畅通 首先把地下室的脊髓抽干来恢复我们的光点和红水 第二个对我们的大型医疗装备进行维护和节修 启动我们的美针 启动我们的反应美针 保证这些影迹的医疗 能够极快地面向社会工作来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